7月4日下午,故宫动物园特展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开幕 此次展览,台北故宫博物院首次联合台北市立动物园 新竹市立动物园、高雄寿山动物园和墾丁海洋生物博物馆 推出一场以动物园为主题的特展 此次特展为小学童们专门策展 展出故宫所藏动物相关绘画 同时展示各式标本、兽皮和布偶 以及动物保育的影视资料 此次展览分为十二生肖、真禽益兽 集水族幽有三个单元 展出各式各样的台北故宫珍藏的动物画 十二生肖展览精选十二种生肖动物 加上活泼可爱的猫咪 形式有水墨画,也有彩绘 从古代一直延伸到近代 珍琴异兽展览则展现了古人对于一些罕见动物的想象 清代刘久德的画酸泥 描绘一头体型壮硕的狮子 正行走于水流湍急的西边 展现了古代画家对狮子的想象 水族馆中一幅无传世画作中的鱼、虾、乌龟形态各异 通过简易文字搭配铜区设计展现 其中齐白石长133.4厘米 宽32.4厘米的群虾图 生命力十足 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吴密查说 这是首次从小学童的视角策展 期待透过平易可亲的展览内容 让大小朋友都能轻松愉快逛博物院 就像到动物园走走般简单有趣 其实是培养他们这个亲近这些古代的美术 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然后再加上这个我们现在这动物的保育的这样的观念 所以我们就跟这一些这个动物园海生馆来合作 推出这样的展览 吴密查说不希望大家觉得台北故宫很远很难亲近 藏品有很多可能性 除了传统的那一种这个古典艺术的这个部分之外 因为它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的结晶 这些智慧的结晶是可以用各种方式去策展去解读它的 我们希望能够充分的把这一些老祖宗的 留下来的这一些宝物用各种方式来呈现 他说以后也会根据不同观众群需要 设置不同的题材做类似的策展活动 我们希望能够充分的这种方式来讲